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姐,欢迎来到孙姐开讲 有许多朋友问我说他想要买越南股票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样来下手 那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投资标的 也就是基金 因为呢,如果是您自己买股票的话 你还要学怎么样开户啊,怎么样下单啊 然后呢,怎么选股啊,什么时候要卖,什么时候要买 所以他很麻烦 那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要看投资人,有些投资人时间比较多 可以慢慢的研究 那我自己的投资方式呢,是我也会买一些我自己喜欢的股票 那同时呢,我也买ETF,也买这个共同基金 好,这样的话也可以分散一些风险 所以呢,假设您没有时间来做选股的动作 那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来研读这些越南的股票规定 那我会建议您买基金就对了 那要买哪一档基金呢 好,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富星投信 富星基金管理公司 它是由富美新集团 也就是在越南七郡的一个台商 那他们是在越南投资已经二十几年的一家 非常大的不动产公司 那在不动产赚了钱之后 他们就开始来跨业投资到金融的领域 所以呢,他们就成立了富星证券 那以前呢,我就是在富星证券工作 然后呢,后来他们也成立了富星的资产管理 也就是基金公司 我们可以看他的网站叫phfm.vn 那您到这个网站来呢 它有中文的界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是中文的 那您到里面关于我们 您就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介绍 那富星基金管理公司呢 是成立于2007年 也蛮久了 那除了基金管理以外呢 它也有富星证券 那也有相关的保险公司 就是一个金控的集团 那因为呢,这个基金呢 它的好处是说 它同时持有相当多的股票 所以呢,譬如说我如果自己买 我要去买很多的股票 我要买11住行娱乐龙头的前三大 那我要研究20多档股票 太累了 所以呢,在这个基金的持股里面 我们以2023年7月31号的资料来看 它有不动产业 然后有证券业 有工业区 有农产品 有水产 有纺织 所以是它会帮您研究 在不同的产业里面 选择比较好的标的股 那前五大持股呢 有包含了FTP 它是越南第一大科技公司 那有越南的外贸银行 VCB 它是越南第一大银行 然后有SSI 它是越南最大的证券公司 等等的 所以可以省去您自己选股的麻烦 另外呢,这个基金有一个好处 因为它是在越南成立的基金 所以呢 它是可以买外资额度已经满的股票 譬如说它的第一大持股FPT 那这个FPT呢 我们如果去查一下 其实外资额度已经满了 您如果用您自己的户头去买 是买不到的 但是你买这档基金呢 就好处就是说 它没有外资额度的限制 所以你可以去买到外资额度 已经满的股票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档精选基金 它的名称是叫做 复兴越南精选基金 然后代号是PHVSF 它是2022年成立的 然后保管银行的话是BIDV 它也是越南前三大的银行之一 那它的收益凭证是由越南的吉保 中心来管理 所以呢对投资人来讲 非常的有保障 那您如果要买的话 就是每个礼拜四 但是呢 其实是在礼拜三的下午 两远半之前 您就要在他们的APP上面去下单 然后呢 您就要去汇款了 赎回的话是T加5 就是今天赎回要五个工作天以后 我才可以收到款项 那最低投资的金额很少 只有10万月顿 也就是4块美金 120块台币您就可以购买了 它跟越南的房地产不一样 动辄十几二十万美金 那这个如果是想要抓住越南成长的机会 或者说手头上没有那么多现金的话 我会建议是从买股票 而且是买基金开始 会相对而言会比较简单跟安全 那申购的时候呢 是零手续费 非常的好 但是赎回的时候呢 是有手续费的 假设您持有超过长期 也就是730天以上的话 是零赎回的手续费 那因为现在是谷底 我会建议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都是做一个 三到五年比较中长期的投资 这样赚的钱会比较多 那另外定时定额的话 它也有开放 也就是您在申购的时候呢 把定时定额的表格 把它填好 之后的话银行每个月 就会去你的这个账户去扣款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每个月 去定时申购这个基金 那一样是730天以上 是没有手续费的 像我的话是又做单笔申购 又做定时定额交易 所以我两个都有做 那如果说要买这档基金的话 您需要先开户 那就是说您要先开立越南股票的户头 那同时要开立BIDV 也就是外资直接投资的一个户头 那开完好之后呢 您同时可以下载一个手机的APP 您在APP上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只是汇款的话 您还是需要填汇款单 那所以您在海外的话可以把这些文件填好 然后寄到越南来 这样也是可以的 所以是相当方便 有兴趣申购的朋友 欢迎跟我联络 我会协助您来做申购的手续 谢谢